继续那个玫瑰12年的第24期节目 这一期给大家讲一下 曾经跟随我的三个美女助理 当然现在他们都离职了 第一个美女助理主机是山东的 在南加大比尼的留学都研究生 然后是通过婚姻 然后拿到美国旅卡 包括拿到加拿大的一个国籍加拿大旅卡 现在是已经定居在温国房了 她是在2016年 是我雇的第一个专制的助理 一个女生个子很高 将近一米七吧 她有执照 她自己也有执照 但是她没有一个成交 这个女生人不错 坦白说 当然刚来的时候和我的活着 在磨合这块 有一些问题吧 但是总体来说 我们后面活着还是非常愉快的 还是不错的 最后给我大概干了大概将近 可能留到八个月好像是 工资当时是四千美金一个月的底薪 最后因为她要回温国华定居 去飞加拿大因为要照顾自己的孩子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她最后就飞加拿大定居去了 最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了 她也经常来美国来罗杉矶 基本上住我家里边 然后她在加拿大那边 后面去当了一个公司的那个 轨迹采购 年薪还不错 年薪一年十多万家园 因为她拿到那个加拿大和美国副照 她能够有种中英文双语 能够全世界跑 然后她本身人也很聪明 形象也不错 在加拿大在那个温国华分得还是不错 然后中间她也去 在加拿大一个房产公司也去干过 这两年后面因为舆情了 可能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 工作也一些不稳定 当然但是 因为她仍聪明 在加拿大又买了 在温国买了两三栋房子 所以说 还是比较成功的 一个女生 这是跟我的第一个 那个专制的一个助理 第二个 是浙江大小兵野的 然后 在美国那个家族大小 北林分校研究生兵野 在跟随我之前 她是在做那个 那个孔子学校当老师 每周去一到两次吧 好像一次吧 然后自己做些代表 然后我把它 带入这个行业 2018年 这一年跟我 第一年我就给了她将近 七万多的一个收入 应该是非常不错了 也是她在美国来 收入最高的一个一年吧 她是一个肥皿 这个女生气质不错 形象也还可以 当然不算漂亮 但是整体的那个干事 非常的干脸 做事 我是非常欣赏她的 做事那些调理啊 非常清晰的 逻辑也是非常严密的 然后把家里 我曾经去过她家一次 把家里收拾得紧紧有条的 因为很多的女生 把家里整得是很糟糕的 跟随我这一年是得到了 我的很多那个 客人的一个夸奖的 很多客人的一个表扬的 呃 低效能力 他的能力低效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和他自身的一个重头素质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当然他来美国 这一直没有 这个可以说在之前 没有很好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原因 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一个 一个门路吧 呃 当然后面他更新一年过后 离职这个有多方面原因吧 呃 因为他妈妈是做老板的 他的那个学业基因当中 是有老板的基因 他当然想自己做老板 所以说后面 他就自己去干了 呃 然后考制到自己干去了 当然这个行业难度超过他的一个想象 因为他跟着我看到那个交易啊 是不断的去发生一个交易 觉得好像这个行业很容易 实际上 可能和他的认知还是有差距 最后他离开我的第一年 呃成交是非常惨淡的 呃 我知道还是非常艰难这几年走过来的 他现在还在这个行业当中愤 呃 在这个行业当中 呃 至于 怎么样我想和大多数的经济 呃 差不多的 就是能够活下去能够生成下去 我觉得都不容易 呃 因为这个行业 牵涉到心理学 牵涉到服务 牵涉到专业 呃 这个他跟随我的时间不是太长 大概可能好像就 不到半年时间 这个是通过招聘来的 呃 他是在一家公司把铝卡分下来过后 坚持紧接分下铝卡过后 然后就自己出来 然后找其他的工作 呃 当时的底薪都是在四千起 但是 呃 这个女生 呃 工作能力 赶那个 折大冰约这个女生就要差一点 呃 可能那个逻辑思维训练了 呃 在这块啊就是说 呃 还是 没有那么 呃 严谨吧 当然 我那个商敌啊 会隔一长就不隔一短 上面隔到一个女生 美丽的永远 可能在其他方面就会 呃 不会再隔那样多了 后面 因为北京人在美国也不好分 最后又去就回中国去了 回北京去了 呃 这三个助理啊 美女助理的一个 在 罗杉矶的一个 我曾经 在过去这十二年当中的 一个交集吧 当然 公司现在的团队 这女生都是 在工作上面绝对都是 国人独当医院了 通过这些年的一个训练 呃 再用人这款 再选人这款 呃 这个经验更丰富吧 因为 怎么去用人 去怎么去选人 通过在美国这么多年的一个理念 我也 作为老板 我也达到了一个相对一个新的一个 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吧 呃 这个就给大家采访了很多 呃 这期节目好不好 谢谢大家关注